记者陈丽言综合报道 我无论何时 都是深爱住她的妻子 也会一直陪在她身边 希望外界能给与丈夫重新开始的机会 正希元真识时 他曾因为好奇 在澳洲旅行十余酒吧 吸食冰毒 药物检测也呈现阳性反应 白志英为了遵守于本次的约定 所依照原定计划开场 她在演唱会上透露 昨晚的时间就像是十年班那么漫长 老公犯了很大的错让各位费心 作为她的妻子 人生伴侣 我会和她一起分心 随后白志英男人情绪流泪称 她犯了很大的错 我再次想起结婚时 说主婚姻是辞的她 无论是开心 难过 健康 或者不健康时 我都是深爱住她的妻子 也会一直在她身边陪伴住 并恳求大众能以宽宏大量的心 宽恕正习园的失误 本次看到白志英正习园出包被连累 纷纷心疼留言 白姐姐加油 看她坚强度过此次风波 白志英族依照原定计划开场 并在演唱会上代付道歉 白设自MyDaily正习园又因吸毒被补 白志英左看外界能宽恕她的失误 给予她重新开始的机会 白设自MyDaily少一份毒品 就多一份健康 自由食宝提醒您远离毒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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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